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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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在那个 我其实根本不晓得 大家说什么天命都会骗人的 对我来讲 我真的有工作就好 那时候我在澳美工作做到1992年 后来我又去做了核心企业团 估计你的特助 那在估计你的特助那边一年多 我学 其实差不多半天 就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 后来我在那边学习到的就是看报纸 所以我现在每一天都至少要看六份的报纸 好 老板很忙 抱歉 所以我现在到现在为止 我都还是喜欢在看报纸 然后呢 后来呢 还是太闲 我就决定去 我就跟那个老板讲说 老板我想去开飞机 他说 好吧 你去吧 我就去开飞机 开什么飞机 驾驶吗 开那个Cisner 152 172 就是去那个St. Jose那边学 因为就 我比较喜欢速度 你为什么想要学 你不能坐空姐只要开飞机吗 但我喜欢那种速度的感觉 所以我自己也喜欢开快车 说开飞机 或者说 其实像我这么老了 还是会去学一些什么 赛格威那些有的没的 就是说这个对我来讲是比较好 但是比较喜欢 但是对我现在的年龄 并不是很好 你说Segway就是 站在那上面 很好玩啊 对 但是我是不要用 不要用这个 就是两只脚的一个吗 那很难 我骑脚踏车是可以放掉手 那也很难 所以就技术面来讲 我其实都还不错的 Anyway 可是呢 后来我发现真的太轻松了 后来我后来93年 就再回去澳美 所以做一年 一年半以后 那时候做 你没有办法忍受轻松的生活 你喜欢很充实 所以又再回过澳美 对 我觉得当我没有学习的时候 我会比较紧张害怕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没有什么东西 我也不晓得 我应该讲我学历不高 我也没什么背景 也没人脉 颜值也不好 对不对 那外文更差 所以我觉得 从我的角度是 我觉得我需要常常学习 去跟上这个时代 我才能够不被淘汰 所以在那时候太闲 我会害怕 因为我会觉得拿这个钱 很不好意思 那后来93年就离开 就去澳美 那去澳美以后呢 就从Client Service Director 一直做到Ball Director 可是后来因为做一年多以后 发现说 在经营这个公司的时候 可能如果不是 有相同的价值观 就可能不要勉强 后来我就离开 离开以后我1996去迪士尼 在大中国做那个 在迪士尼做大中国的总裁 那个行销的总监 负责大陆 台湾 香港 三地的授权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 品牌的力量 一个杯子 你说一百块 不好意思 我放一个温宁的铺 你跟他讲说 他是全世界限量 一般他一万块也抢的人要 真的喔 而且我类似系的东西 我们整个公司 最贵的就是什么 最贵的就是人员的费用 我们的货率率很高的 90% 90% 不能讲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在这个地方 第一次知道了 什么叫商务舱 什么是高薪 什么是高官 因为它是一个国际的 国际的高级位阶 然后我出入都是五星级的饭店 然后那个 做都是做商务商务的饭店 澳美也是 澳美不算 澳美的比起来太小了 因为我在那边是在 我住香港 拿的是港币 交的税又不多 对 然后我的旁边就是维多利亚海港 然后我 我那个 假日还有游艇人 是 所以过 是从那个时候 你 你感觉到你自己什么力量 胜出的呢 我相信同样的位置一定 有很多人都等着要 但是你什么力量 我跟你讲 在那个位置我不是胜出 我觉得是老板看错人了 你好好玩喔 我是讲真的 老板真的看错人 后来呢 一年以后我就不做了 因为那一年我根本做不下去 好累喔 香港人又很讨厌 每次都给你那个小鞋穿 知道我英文不好 英文就讲得快 不然呢 偶尔听得懂英文 都跟你讲广东话 那我觉得 我在那边我是觉得说 算算了 跟你们真干嘛 在那个地方我发现 其实后来我真的知道 钱对我很重要 但不是唯一 那什么更重要 所以我一年就离职了 什么更重要 不知道 所以后来就回来 继续做事 然后顾琴就说 你回来 我就说好 我回来 结果后来我就去那个 传训中天大帝 做那个副总 行销业务的副总 是是 后来我发现呢 怎么做怎么做呢 他还是赔钱 我觉得很丢脸 虽然我们 我们 不要说筛准险子 不要筛准险子 然后就说那个 因为是 不要筛准险子 就是不会开船闲西宅 好不好 对对对对 那后来一年多以后 我还是跟他讲说 不好意思 我真的这个 每一个月都红字 真的起不来 我后来就离开了 那顾琴后来就 anyway 顾琴要跟你也非常投缘 才会让你一次两次的这个 进出吗 我可以讲 顾琴她真的已经 顾琴说 我跟你说 玛丽特没有人 做会去你们老闆 只有我知道 为什么 因为她最大方 是是是 她最慷慨 是非常宽容 没有她真的很包容 对 那后来那个 我后来就去做 有一个APOL 亚太线上 从零开始都是我看NO 那时候是那个 那个谁 那个 重奇科技 她spin off 出来一个部门 然后就是ISP 是 那那时候我还拉她说 这个可以跟那个 那个孤仙 她们就可以合并 是 可是她本来讲到一半 后来没有 就卖给东森 卖给东森那一天 我就提辞成 因为我觉得价值观不合 然后呢 就到了李奥米 所以我想终于问到 我要开始要关心个 比较专业的问题 因为没有你前面的铺陈 我们不知道 其实你是怎么样 到今天的位置 到了集团的 其实李奥米 哪有三家的公司吗 在台湾目前 不止 几家 广告公司就有 四家 广告公司就有 李奥上齐洋司 然后公关公司 有名司令 这是Publicist Communication的部分 然后还有媒体的部分 是实力新传 还有将近四家 五家的媒体 所以你管这么多的东西 没有 我现在还没有管媒体的 就是那四个 好 所以我们知道 其实 大概250个左右 瑪格丽特 已经有过去的这些经验 然后到今天来做了这个执行长 同时也是大中华区的总裁 是 那你那个大中华区的总裁 其实是抗拒了 其实那是虚的 大中华区总裁 他就是个精神 精神 精神理秀 他就是 他可以秀出来 就证明这个价值观是什么 你要让他们很清楚的知道 是 但我不用负责大陆 北京 上海 那些的P&L 了解 因为要负责P&L 是要做CEO 那四五年前 他们就叫我CEO 什么叫P&L P&L就是那个 随意表 随意表 就是你上面也要 就是业绩也要做到 获利率也要做到 那他们四五年前就叫我做 我就想说我才没有 是 我去那边 我贪你没三千钱 然后到时候 你是要我的命的 因为你去大陆做 你不可能沾酱油 可是他们妥协了 所以你才不用 其实他们也不是妥协 他们是想说 算了 不跟你争了 因为台湾大概暂时 找不到人家可以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有实力的 靠实力 不是靠背景 也不是靠其他的学历 等等的 那实力的累积 终于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觉得在这数位时代 广告业 其实非常非常的竞争 而且甚至呢 他这个 他的获利 如果是在传统媒体来说 这个广告业 真的是 跟以前大大的不同 还有因为很多的新媒体 那怎么样子 能够因应这个时代转变 而且是这个变化的速度 是惊人的 我们要来休息一下 再回来请教玛格丽特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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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